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示範黑一個紅蘿蔔花 這個紅蘿蔔花 一般在日式的煮物裡經常會用到 我們現在開始 先把它切掉 先拿一截出來去用 現在就開了一個五角形 我們就會在這個位置 在紅蘿蔔的旁邊 在每一個中間 放一刀 輕輕切一切 盡可能把它對稱 現在就五邊都給我們 割了一個坑 我們現在就開始 轉一轉把刀 做一個弧道 會從這個位置 在一個中間線到 大約3-4M 就會轉一轉小小把刀 我們就繼續做給大家看 是會有少少微微地去轉彎轉入 這樣就會看到有少少弧度的一個位置 五邊都是這樣做 現在我們就開到這個位置 開到這個芋花 這樣的形 我們再在每一個角 即是這個位置 旁邊 再去入多刀下去 左右都會入一刀的 那我們現在又一次開始 現在就去到這個樣子 有少少形態出來了 那我們就再去分件 那我們一般來說 用來煮的 大概會切厚一點 一般我們就切到這麼多 大概一隻手指 大約一隻手指的厚度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開了 現在開了四個 我們之後就會再去打碟花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再做其他一點 那我們再做其他一點 即是去到這些位置 每一個間隔 即是一個五角形 每一格 我們就會斜一點 插一把刀 下去 慢慢出來 慢慢出來 再去 旁邊 四十五到角 這樣它旋轉下去 旋轉下去 逐牌 逐牌 這樣拿出來 不過最重要 還是小心點 今天這個主用的蘿蔔花 就完成了 最後提醒大家 想支持我們VLIC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給我們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我們頻道 來這邊 請訂閱 感谢观看